大家好,这里是蜂牛爱世界 汉轩帝是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 他刚出生不久就赶上了巫蛊之祸 才几个月大就被送进了监狱做了囚徒 然而出生就遭受牢狱之灾 受尽磨难的刘病己 却最终被推上傀儡皇帝的宝座 宣帝即位期间隐忍不发 对权臣霍光言听计从 把孙子皇帝演绎的淋漓尽致 通过他八年的忍辱负重 在霍光去世后他任用贤能 开始竭力打压霍氏集团 并开创昭宣中心的盛世局面 那么霍氏家族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 少年天子流病 几是如何将他们连根拔起的呢 汉轩帝常遇民间在朝中毫无根基 刘病己是汉武帝皇长孙 刘静为太子刘巨之子 生母王夫人 汉武帝晚年爆发巫骨之乱 魏清家族在朝中的势力 被连根铲除 魏是在朝中有分量的人物 几乎被歼灭殆尽 魏太子一脉只有刘病己幸存下来 此时的刘病己只是强保中的婴儿 他的父母却双双离开了他 因祸连坐之罪 刘病己被送进了监狱 巫骨之案爆发后 挺为监炳吉受武帝之命 负责审理巫骨一案 炳吉知道太子刘巨谋反 是受他人陷害 十分同情刘病己的遭遇 炳吉便找来两位女囚犯 捕育刘病己 他自己每天也到狱中探视刘病己 刘病己五岁时 有人告诉武帝说 京城监狱里有天子之气 武帝误以为监狱里有人要造反 于是乎他派孤阳珠杀狱中犯人 炳吉誓死不肯交出刘病己 双方僵持一宿 故让财肯离去 此时武帝已渐渐醒悟 没有在追究 武帝大赦天下后 炳吉写信给掌权京城的官员 让他们接受刘病己 恩怨没有接到武帝的明确旨意 不敢接受 又把刘病己送回狱中 补育刘病己的女囚服行期 晚该回家时 刘病己依依不舍 炳吉又花钱 故他们照顾刘病己 在炳吉的保护下 刘病死里逃生 安安稳稳在监狱里度过了几年 后来炳吉得知 刘病己祖母 史良帝娘家哥哥史公还在人世 便把刘病己送到石家抚养 为太子谋反案得到平反后 武帝下令让耶庭令张鹤抚养刘病己 给把他纳入族谱 承认了刘病己皇子的身份 刘病己长大后 娶许平均为妻 以许家和史家为依靠 公元前74年当了27天皇帝的刘鹤被废 以霍光为首的大臣 拥立民间长大的刘病己为帝 是位汉宣帝 汉宣帝手中无权 对霍师隐忍不发 汉宣帝即位以后 为宣扬自己的威德和感激 拥立他上位的大臣 对他们论功欣赏 其中受到赏赐最多的是 拥立宣帝上台的手工之臣大将军霍光 他的时宜增加了17000户 宣帝虽然贵为天子 实际上只不过是傀儡罢了 朝中大权由霍光掌握 皇帝的费力和官员的生杀大权 都由霍光说了算 宣帝为了不成为刘鹤二世 宣帝可谓是如履薄冰 害怕自己哪天做了什么事情 惹得霍光不开心 让自己的皇帝之路变成观光之旅 但是隐忍不代表懦弱 宣帝只是暂时妥协来换取平安 一次霍光的心腹田野年因贪污被人告发 反正这件事怎么处理都由霍光说了算 于是乎宣帝把此案交给霍光处理 本来霍光想找个借口赦免田野年 没想到田野年不逝去 此不承认自己贪污 霍光便让田野年去狱中受审 田野年不肯 听到朝廷的诏书便自尽了 宣帝对田野年一案从头到尾都没有表态 他明知田野年是霍光的左膀右臂 也是拥立他上位的有功之臣 宣帝却没有下诏赦免田野年 而是任由霍光处置 宣帝虽然年轻 他却是一位城府极深的心机男 他早就想削弱霍氏家族的势力 虽然田野年有拥立之功 他也不下诏赦免 后来有人弹劾霍光擅自费力皇帝 其实是自己想掌权 霍光为了避嫌主动向宣帝提出辞去官位 宣帝却不批准 并下诏凡事以后有什么 都要先向霍光报告 这样一来霍光的权力无人能及 霍光不仅在朝中之首遮天 他的兄弟子侄和外甥都在朝中担任要职 形成庞大的霍氏集团 不仅如此 霍夫人想让自己的女儿霍成军当皇后 与太医联盟毒杀汉宣帝的发起许皇后 许皇后是宣帝穷途末路时娶的妻子 宣帝对他感情之深 对于许皇后的死 宣帝深感痛心 他知道霍光是幕后黑手 但是此时却不能撼动 霍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 只能选择隐忍 对此时不再追究 满足霍家要求 那霍成军为后 宣帝即位之初势力不够 无力撼动霍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 于是只能选择妥协 等待时机再出手 霍光死后 和宣帝开始培植自家势力 霍光生前宣帝虽然对他言听计从 但是宣帝一直想摆脱霍光的控制 只是实力不够 直到霍光去世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霍光去世以后 玉史大夫为乡上书和宣帝 说贵族世代为高官的这种制度 容易让国家陷入混乱 霍光虽死 但是霍氏家族的势力还在 他们骄横跋扈 奢侈无度 连霍家的农仆都常常做一些违法之事 如果不加以控制 恐怕将来会生霍端 宣帝采纳了他建议 认为香味几世中宣帝进城 并采取措施限制霍家的权利 首先 宣帝先夺走霍家的兵权 当时禁卫军首领由霍光的两位女婿担任 中郎将和齐都尉 由霍光的外孙女婿和孙女婿担任 宣帝下令夺走禁卫军兵权 收回中郎将和齐都尉的冠印 任命自己一直依靠的许家人 和使家人统领南北禁卫军 此后宣帝采用名声暗将之策 提拔霍光之子霍羽为大司马 却不给他统领军队的权利 其次 架空上书台 当时献给皇帝的奏章仪式两份 副本由上书事务总管审市后 再呈给皇帝 如有不妥就不上奏 宣帝下令取消副本 老百姓和官吏可以直接给他上书 不用经过上书 当时的上书事务正是由霍山掌管 霍光生前一直反对 立许皇后的父亲徐广汉为侯 霍光去世后第二年 宣帝下令册封故去的许皇后 所生之子刘氏为皇太子 徐广汉为平恩侯 任命自己的救命恩人 秉及为太子太父 可见宣帝在培植自己的党羽 和打压霍氏一族方面进展非常顺利 霍氏一族渐渐在朝中失去了影响力 霍氏欲谋谋反 终备宣帝斩草除根 霍光死后 魏香成为朝中重臣 或是渐渐失事 霍显对霍雨 霍山霍云说 你们真没用 大将军一死戒替不了 他的工作也就罢了 还让魏香占了先机 一旦他在皇帝面前弹劾我们 我看啊 你们等着完蛋吧 三霍听后不以为然 自己又没有得罪魏香 不至于罢 后来霍为两家的奴仆发生冲突 霍家奴仆行为十分嚣张 闯入魏府大吵大闹 不肯离去 魏香亲自出来磕头谢罪 他们才走 堂堂朝廷重臣给奴仆磕头 可见霍家有多嚣张 不久魏香升任丞相 这下霍显更害怕了 前段时间自家奴才逼得他磕头 如今这种形势对霍家不利 正好此时民间谣传霍夫人 是杀害许皇后的凶手 霍夫人非常害怕 向霍家子弟坦白自己的罪行 霍家子弟听后惶恐不安 觉得霍家要大难临头了 霍氏就在一起讨论 反正现在霍家横竖都是死路一条 不如骑兵造反 霍家仍为了避免惨遭灭门之祸 秘密策划谋反事宜 想接上官太后之手铲除宣帝亲信 再废了宣帝 立霍宇为帝 霍家政变还没有发动 他们的阴谋就泄露了 霍山霍云为罪自杀 霍氏被诛足 当时受到牵连的有好几千户人家 只有霍皇后保住了性命 汉宣帝将她打入冷宫 十二年后霍皇后自杀身亡 反观汉宣帝的一生 宣帝可谓是尝尽了人间疾苦 练就了她隐忍的性格 其为以后她韬光养晦 地调务实 在自己实力不足是扮演皇帝的角色 等到清正时 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 开始慢慢打压霍氏一族 宣帝靠着自己的智慧和隐忍 将盘根在朝中十几年的霍氏家族连根拔起 自此宣帝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她再也不用受到霍氏家族的控制 练乱根拔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